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做搭档的六年 两人一起打出了十二军王牌 创造了一班人望尘莫及的战绩 在解放军的众多搭档将领中 杜易德和王建山是最杰出的一对 尽管后来杜易德的许多战绩 因为王建山的光芒而被人马忽视 但事实上 杜易德也是议员和王建山一样闪光的将星 在这一对搭档中 甚至杜易德的作用胜过猛将王建山 先说说杜易德吧 杜易德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 参加红军后不到一年 父亲就被敌人杀死 杜易德是从放牛娃成为红军师长的 他曾不到三年 从连长升为师政委 1931年11月 红四方面军成立 杜易德为红三师团机枪连连长 年底升为营长 1933年5月 他被任命为红二师九团政委 两个月后被任命为红八师九师政委 两次提升 都是三个月内连升两级 他当师长则是几年后到1937年一月 被任命为红军骑兵师师长 杜易德和王进山 虽然都在红四方面军 但彼此并不认识 且杜易德为师政委时 王进山还是团长 他们第一次相识 用王进山后来的话说 差一点就发生火变 1935年3月 在嘉陵江战役中 红军攻去浪中 昭化等城 大部队开始渡江过扶桥 杜易德担任过桥总指挥 红四军帝师师二十八团团长王进山 带着一群刚搅和的战马 直插江边 准备过桥 扶桥是竹渣的 经不得起战马的折腾 杜易德大声说 人从桥上滚 马从水里潭过去 言轻气盛的王进山 带着马之一伙桥 当 当 杜易德抬手就是两枪 把他牵着的两匹马 击毙倒在江水中 这一下把王进山惹火了 破口大骂 于是两人吵了起来 这时正好总指挥徐向前漏火 问明情况后 严厉的批评了王进山 杜易德得知 这就是英勇善战的王丰子后 不由露出一脸憨笑 这就是杜易德与王进山的第一次见面 真是不打不相识 随之十一年后 两人竟然做起了搭档 1946年7月 禁忌鲁野战军 组建第六众队 司令员为王进山 条杜易德为政委 9月 他们就带着六众打了一个大胜长 定逃战役 当时龙海陆战役刚结束 蒋介石集中三十万人向定逃 曹县解放区进攻 刘邓召开军事会议 准备兼敌最强的整编第三师 刘国成会上问 看谁来打 由于各纵队上一战伤亡很大 居然没一个人作声 邓小平又问 看你们谁来打主攻 还是没有人作声 这时 杜易德健壮和王进山低声商量了一下 王进山虎的站起来 大声的说 我和杜正伟商量了 由我们打主攻 如果全组对打的剩下一个旅 我当旅长 老杜当政委 打剩下一个团 我当团长 老杜当团政委 剩下一个连 我当连长 老杜当指导员 王进山风景一起 在座的将领们为之一阵 马上反应过来 纷纷表态要担重任 战斗发起后 杜易德和王进山 指挥六总大战大 小阳苦 全坚敌王排五十九团 守军全线动摇 结果 敌整边第三师被全坚 师长赵西铁被活捉 在解放战争中 杜易德和王进山 两人配合默契 打了不少的好仗 在听进大别山时 王进山因为车祸负伤 杜易德一人担负全军的军 郑指挥全责 他再次打定头 创造了一个纵队全坚敌一个旅的范例 可以说 小老弟六总成为刘邓大军的一支王牌警律 与王进山和杜易德的通力协作 应有善战分不开 两人做搭档近三年 一九四九年二月 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 杜易德和王进山 军生任第三兵团副 司令员 才是杜易德兼第十军军长 王进山兼第十二军军长 两人的第一次搭档期结束 以后 他们各统大军参加渡江战役 进军大西南战役 一九五零年二月 杜易德率第十军兼川南军区为司令员 王进山绿第十二军兼川东军区 为副司令员 两位战将似乎又回归到了各自的轨道 然而 一九五零年十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一九五一年二月 王进山复朝 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 但是在第五次战役中 隶属三兵团的六十军一百八十十遭毁灭性重创 九月 杜易德奉命复朝 任三兵团副政委 两人再一次围打打 并且主持全兵团工作 因为 此时司令员兼政委陈庚 因腿伤复发在国内 尚未入朝 后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 虽然仍兼三兵团司令员和政委 但是一直在总部协助司令员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 三兵团的全部工作 实际上是由副司令员后 为代司令员王进山和副政委杜易德共同主持 这一次为搭档 杜易德和王进山 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这一次的战役 和他们第一次合作打定好 几乎是一个番板 战役开始时 志愿军参谋长解放来到第三兵团 向杜易德 王进山传达他们要有打印仗的思想准备 两人表示 请解方向总部 转达三兵团全体指战员敢打恶仗 能打恶仗的决心 杜易德说 我们上上下下拧成一股劲 敌人是有来无回 王进山也豪迈地表态 这一桌剩影 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好在杜易德同志 秦基伟同志的胃口好 能大吃大喝 我差一点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第二天 武圣山就山崩地裂 大战开始了 43天后 11月10日 由于王进山 杜易德的指挥 三兵团打的美军在野武力队著名的597.9高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让甘岭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后 毛主席亲自对作战部队发出嘉奖 有人说 王进山英勇善战 是一员猛将 有了杜易德当政委 他才不会偏向 也不会出错 杜王连妹 是如虎添翼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 12月 志愿军总部准备反美军登陆作战 组成以西海岸为重点的东西海岸指挥部 东海岸指挥部由第三兵团兼 王进山兼指挥部副司令员 代司令员 杜易德兼任政委 1953年5月 王进山回国 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自年5月 杜易德回国 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后为三兵团政委 再以后去了海军 这一次在朝鲜他们为搭档 时间也近三年 但是他们的功绩再一次写入了历史 1955年9月 两人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1978年5月 王进山去世 杜易德悲痛的三天没有吃饭 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主席